我只要知道 欢迎大家收听由杰哥和敏儿主持的GM看世界 杰哥刚刚这个星期 我想大家都很注重川普前总统 川普前总统参加了一个 叫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这个会议我留意到 有很多共和党重量级人物有出席 分两部分 共和党里面一部分总量级人物没有参加 一部分参加了 参加的多的 因为你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看到很多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 比如说彭佩奥 比如说一些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 包括川普政府的一些前高官 白宫的经济顾问 福德罗等等这些 都有参加到 因为这个会议开了三天 你说礼拜二那天 其实大家都已经看着的 想知道的川普出来说什么 因为很多人猜他会不会出来宣布 我2024要选美国总统 所以大家都在等着 包括我那天都很紧张看着他 想说什么呢 我们必须说一下 美国的政治是有一个传统习惯的 就是前总统一般是不会批评现界总统的 一般而已 我觉得奥巴马已经有批评过川普政府 就是由奥巴马开始打破了这个政治传统 那奥巴马坦白说 他都是在川普执政好像一年多之后才开口批评的 那川普现在就更加被奥巴马再这个 先进一点早点 一个几月他就出来批评拜登了 但不要紧要 大家想知道 你是不是宣布参选2024先 我想他是很多人希望他出来的 是不是这么说 你这么说法对的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讲民调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的民调很奇怪 以前我们讲在2020总统大选之前的民调 这个左派的媒体或者左派的民调机构 一定就说拜登赢的 一定说川普不行的 而这个保守派的民调机构或者媒体 一定就说川普赢的 现在关于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度 左派媒体 右派媒体 左派民调机构 右派民调机构 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川普在共和党内得到了大多数人 或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其实这个并不驱惊 我觉得 见到他选不了总统之后 包括了1月6号国会山庄 那么多人去示威 冲进去 其实我会觉得 很多人仍然是支持川普 所以也都希望他2024年出来选总统 但是川普在这个讲话当中 其实他没有明确说他选不选总统 我个人观点 我说了很多次 我不觉得他会选 因为其实今次这个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大会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改革共和党 未来川普的这帮人 那天去参加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这帮人 我认为将会成为共和党新的建制派 新的主流 而一些旧的建制派就中国被淘汰了 那么基本上这里是这么分的 什么叫旧建制派呢 以前的参议院的主席 麦康纳尔 前总统老布殊小布殊的家族 和他们的家労 包括一些比如说 好像罗姆尼啊 这些人都是属于小布殊的系统 以前他们是共和党里面的主流 但今次 麦康纳尔 罗姆尼 还有前副总统 切尼的女儿 现在是国会的众议员 都是共和党人 这些人通通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大会 有个人被邀请了 但是他不来 是不是彭斯 彭斯不来 很多人都说彭斯和川普反面 不过这个媒体 关于彭斯和川普反面的话音光落 彭斯立刻成立了一个机构 什么机构呢 这个机构就是专门为川普执政四年歌功众德 说川普这四年做得好的 所以很多人问 那彭斯好像做的事 在维护着川普 但是为什么他不参加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呢 大家一定要理解彭斯 我觉得彭斯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人物 首先第一 1月6号 川普不对 川普要彭斯在国会 硬硬说那个选举人票无效 彭斯没做到 令到很多川普的狂议支持者 就觉得彭斯是盘徒 又说要吊死他 这些狂议支持者 我不觉得川普应该将他视作主流 我觉得他们是不理智 不理智的狂议支持者 其实民主党都有这种人 共和党都有这种人 不出奇的 所以如果彭斯在这个时候来参加这个大会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些狂议的支持者 会哭他 甚至会扔东西上台 那就很尴尬 其实反而他不参加是很理智的 是的 就令到共和党在这个大会上就展现了他们的分裂 所以这个彭斯是他考虑不参加会议 我认为这是这个原因 我也觉得彭斯这个事情他的政治 智慧好成熟 智慧好成熟 高点 所以你见川普到这个1月6号之后 他是批评了彭斯之后 他没有再说彭斯任何坏话 并且两个人事后也有见面 也有谨谈 也有共聚午餐 两个人的气氛是很好的 其实川普后我想他冷静下来他都知道 其实彭斯那天如果真的按川普这么做 是违反宪法的 是的 所以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我们看到很多总量级的共和党的人物都参加了 所以川普虽然没有宣布他参加2024的总统大选 但我觉得川普最大的责任是要改革共和党 那这里我们要讲一件事 是不是川普的人很受人喜爱呢 其实我不觉得是 是川普的政策得到了美国共和党支持者 得到了这些选民的支持 所以接下来川普就都讲了 我们要做很多改革 譬如说我们要支持美国优先 我们要支持这个所谓的 叫做什么 边境执法 我们要支持反这个去歪曲历史 等等 其实你看他讲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对共和党的改革 其实你刚刚提到 就说很多的民调 包括左派也好 右派 特别是左派媒体 突然之间是 说川普的支持率很高 突然之间赚他 好像180度转变 好像完全不同了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阴谋的 因为民主党好 左派媒体好 他们很想川普另造一个新党 那这次的大会 就是令他们很失望 是啊 川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 我不会离开共和党 我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他真的另建新党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就是说 如果你另建新党的话 你会将原来那个共和党的人 拉走了一些 分薄了 是的 再选举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这次 在这个大会上面 说得很清楚 他是不会另造新党 很简单的数 这次支持川普的选票 那我们排除那些什么 作弊那些 有7500万人支持川普 有8100万人支持拜登 那我们不讲那些水份的东西 那都是差了600万票 那如果你川普一旦 离开共和党 另造一个新党 另造一个川普党的话 我当你共和党 里面有80%的人 跟川普走了 那也是6000万不到 那你和民主党 那8000万票 差了2000万票 你就很远了 所以分裂共和党 是民主党最希望见到的东西 但是川普一开始出来说 我不会离开共和党 我就在这里 那所以民主党就很失望了 是 那其实在这个大会上面 左派媒体 也都找到很多的机会 藉口去攻击川普 那怎么算呢 这些媒体攻击川普 就一向都是 那问题 我们都要看一下 这些攻击到底是否真实的 那批评川普的事情 我们要看的 有时候川普 可能真的有些不当行为 是吧 那所以就当那些 左派媒体去攻击 批评川普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认真看的 那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攻击川普的几样东西 大家想一下 到底有没有道理 好吗 好 稍后见 好 回到来GM看世界杰哥 刚刚说到 在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里面 左派媒体也都找到很多机会 去批评川普 那究竟有些什么 他们去批评他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当中 港台的设计就是 纳粹的标志 这个指控很严重的 你现在今次今 譬如说你在公众场上 你行个纳粹礼 或者你穿纳粹的衣 这件事非常严重的 那是不是台似有纳粹的标志 所以我很认真 你知道我历史是毕业的 并且我对这个军队的一些相关的标识 我都有些理解的 都有些了解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哎呀你为什么会知道 美国军队的军衔的标志 或者英国军队的军衔的标志 我对这件事是有兴趣的 我大概知道这个标志 表明你是将军 你是上教 你是中卫 好了 在这个今次大会上 就有一个港台设计 你从高空看下去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条 很像一条鱼一样 一个陵营后面有两个分叉出来 那我看到媒体说 那些左边媒体说 这个是纳粹的标志 我就很惊讶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以我对这个德国二战历史的了解 我是未见过 纳粹军官的凌章上有这个标志的 那有些媒体就登了一个截图出来 这个截图就是 只有一个纳粹军官 看下去像纳粹军官的凌章的标志 左边是四粒所谓的 这个纳粹的军衔标志 右边就是这个鱼的标志 我知道党卫军是有两个闪电的标志 如果德国的国防军是没有这些标志的 但是这个鱼形的标志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 起码以我的这个见识 我就从来没见过 但是我看一下这些媒体 怎样解释这个标志 它说这个鱼形的标志 是来自北欧古老的神秘符号 被希特拉用了来主张白人至上主义 这个小凶是不是很严重呢 白人至上主义 现在其实民主党自由派攻击任何人 都喜欢说白人至上主义的 我最近有个笑话 说在某个地方有个警察身上 发现了一个支持川普的标志 那于是这些人攻击他 就说这个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那问题是这个镜头摇上去 那个警察是非洲裔美国人 就是等于你说那个骄傲的男孩一样 是的 骄傲的男孩那个 现在那个组织的领导人 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 和一个南美裔美国人的混合 但是被标签为白人主义的组织 是的 如果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 可以去领导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 那我都觉得是神话来的 那总之今次这个标志 就成为这些媒体攻击 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一个藉口 就说你用了纳粹标志 第一 这个标志是一个很简单的图 你怎样证明它是纳粹的标志 第二 即使如你所讲的 是一个古老来自北欧的神秘符号 它和白人至上主义有什么值得联系 你要讲清楚 而且你要证明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他们用这个标志是专专的 而不是他们模拟中用了一个类似的图案 这个批评似乎还有些暴风捉影 另一个就搞笑了 哪个呢 因为在这个政治会议上 有个人做了一个川普的金像出来 是 被人拍照的 被人拿来拍照 你知道通常这些大派对都会这样的 有个吉祥物这样的东西给你拍照 这个川普是什么形象 第一 他手上拿着一支 好像那些魔术师那些魔杖 这个设计者他说他是有意义的 有所指的 为什么呢 川普之前说要令到制造业回归美国 奥巴马就讽刺他说他没有一个魔术师的魔杖 可以令到制造业回归美国 其实这件事制造业是不是大量全部回归美国 我们不敢这么说 但最起码川普执政四年 确实很多制造业回归美国 这件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个铜像的设计者 金像的设计者 就专门做了一个魔杖出来 就拿来奉刺奥巴马 这个川普金像他怎么打扮呢 川普穿着一条抹烟通的 这么搞笑 这个抹烟通是一个美国国旗来的 起码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灰鞋的形象 民主党批评说 你们拿了川普的金像去合影 你们就是对这个偶像的膜拜 我想说 好像很多婚礼或者生日派对 我们都会把主角做一个纸牌 动在门口等奔客在纸牌上和他们拍照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试一下去一些专制国家 你把他的领导人做一个卡通形象出来 我想你被人剁碎了几百次 你把川普设计成一个这么滑稽的样子 其实就是黑黑说明了 我对川普没有一个偶像崇拜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像普通人那样 每面笑容很滑稽的拿着魔杖 穿着一条抹烟通 抹烟通就是美国国旗来的 但是不要紧 自由派媒体都找到批评川普的口实 题目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铜像 就证明了川普说一套做一套 为什么呢 你看完之后你觉得 这个铜像怎样说明川普说一套做一套呢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经过记者的追查 终于发现了这个铜像在哪製造的了 是在墨西哥製造的 但是好像不关川普事 听说是那个人做给他的嘛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又说美国优先的 你又说要美国製造的 为什么你的铜像是在墨西哥製造的 等等我首先问就是说这个铜像 是不是川普自己做的 我刚才听说就是说 有个人是特意做给川普的嘛 没错 既然是这样 如果不是川普自己做 关他什么事呢 是的 其实这个设计者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他为了参加这个大会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雕塑家 他就决定做一个铜像 放在给大家拍照 而他除了是美国公民之外 他都在墨西哥拥有永久居留身份 救了文化多元了吧 是不是 我既是美国人 但我在墨西哥又永久居留 所以他在墨西哥有几个助手 他就去了墨西哥 在美墨边境那里 用玻璃纤维做的铜像 金像 做的好像金色那样 川普喜欢金 头发金色 第一我要问 这个金像 是不是这个保守政治行动会议 叫他做的呢 不是 是他自发的 第二 是不是川普叫他做的呢 更加不是 是的 他一个个人的行为 关川普的美国制造什么事 完全没有关系 但我在这里听到一件事 值得去想的地方 就是刚刚说的 所谓白人至上组织的领导人 或者负责人 基本上都是非裔啊 墨西哥裔啊 那刚刚听到那个 既然他拥有美国籍 南美裔 所以其实呢 我们看到很多非裔 或者南美裔的人 其实都很支持川普 但是永远 媒体是不会说的 你现在无论什么肤色 总之你支持川普 你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这个是左派媒体的逻辑 好了 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都未够荒唐 再说一件荒唐 在这个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 举行期间 有个媒体报道说 我们终于看到川普的真面目了 什么真面目呢 川普贪腐 怎么贪腐呢 他说了很多人害怕的 我们经过查证川普的企业 一些报出来的数据 原来川普在执政四年 他的企业 赚了16至17.9亿美元的利润 他说完结论 我们现在明白了 川普做总统这四年 每年他的年薪是四十多万 他全部捐出来给一些慈善组织 或者给一些非裔组织 这个是他掩饰他贪腐的一种行为 你看到真的觉得你吓跳的 哇 你那头捐四十万一年 原来你为了掩饰你的贪腐 跟着你家公司 原来撻了美国人 16亿到17.9亿 这个故事其实是怎样呢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聊好吗 好 再聊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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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来GM韩世界杰 你刚刚说到有左派媒体 就报道说川普贪腐 过去四年在总统期间 虽然捐了他所有的薪水出来 但是拿来掩饰他去贪腐的证据 我都听到一头没水 究竟他在说的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媒体的邪恶 这个媒体叫商业内幕 这篇是他刊登的 商业内幕当然是一个极左派的媒体 我想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听众 听我们的节目 有时会有人问 哇 为什么你说这些东西我没听过 当然了 你选的那些媒体都是假新闻媒体 甚至我个月节目有听众 我说谁说拜登的儿子有贪腐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当然了 你经常看CN看外幕的事报 你都不知道 那他这个商业内幕 他是这样报道的 川普的公司在川普做总统四年里面 赚了16亿到17.9亿的利润 这个就是川普贪腐 你听到好像说 你做总统跟着你赚了钱 是不是似乎 makes sense 首先我知道他做总统之后 应该要将所有生意切割开 敏儿 你说到问题是关键 川普做总统 请问他有没有打理他的生意 没有 法律规定你做了总统之后 你是不可以打理你的生意 那你要怎么做呢 你将你的生意交给一个信托基金 由这个信托基金去经营 你是不能过问的 当然你的家属成员 譬如说你的儿子 可以在这个基金里面监督他的运作 但是川普如果被人发现 在这个期间你有插手到你的生意的管理 你有去做一个决策 你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那时候民主党人弹劾你 就易过借火了 那我听到应该是这个基金 他们非常之醒目 懂得怎样去帮川普赚钱 不是川普赚目吗 川普赚目找了一个懂得做事的基金 是啊 那关川普什么事呢 所以这个第一 川普做总统四年 他和他的生意已经是切割开来 你如果找到证据他没有切割 你完全可以控告他 可以坦立他 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 谁可以赚钱 是那个被委托的基金可以赚钱 而不是川普可以赚钱 这个等于以前 那些人说川普收受外国政府利益 这个逻辑是怎样的 你川普的集团里面 是不是有酒店 距离住一晚 有没有外国人住 有外国人住 那你就收到外国人的钱 其实我觉得有点拼得太离谱 就是这样说 你又为什么不把他捐出他所有的薪金出来 来说好的呢 那是你掩饰贪腐的 我真的把好事变成坏事 我真的不明白 很多人一看新闻 如果你不用你的逻辑思维去思考一下 你真的相信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聪明人 不是说你说什么 绝大多数聪明人 你说什么我都要相信 不是这样的 那其实这样的时候 他会不会激怒了一些的读者 如果我是他的读者 我就宁愿以后都不看他 其实聪明人早就不看这些东西 因为有一班 我是见过一些这样的人 他觉得我是华人 但是我英文很好 我可以看得明主流媒体 有这个优越感 主流媒体最有号召力 CNN 纽约时报 《华盛顿郎报》 这些确实是美国最大的媒体 但是问题 我不管你英文好不好 我不管你看不看最高的媒体 你是否看任何的报道 包括听我们的节目 你都要用你的逻辑思维想想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是 合不合乎逻辑呢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例子 就是当年 不是当年 去年 曾经说拜登的贪腐 他的儿子的贪腐 那后来有个听众打电话来说 那不是我们的语字幕听众来的 黎智英那个都承认了 是他们不知道做假新闻 是什么 说得很大声的 但是后来到拜登上任之后 先发现原来FBI都在查中了 司法部FBI都在查中了 即是说真有歧视了 那这位听众我真的想问 你究竟有没有见到真实的画面 我相信他见到的 不过是拜登上台之后 他同样是看CNN 同样是看《纽纳时报》 后来这些媒体 都报道了拜登的儿子的贪腐 那这个就是你在看新闻的timing问题了 你在投票之前你看不到 你投票给拜登 投票之后你才说 原来他们父子真的有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 去理性地分析 究竟哪些新闻是真 哪些新闻是假的 都没有讲到智慧那么高 邻儿邏輯思维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川普原来执政四年 赚了16亿 请问川普有没有碰他的生意 这个是第一个最 你一讲讲的要害 如果川普有碰他的生意 我们现在立刻就谈一下他 如果没有的话 关他什么事 赚160亿关他什么事 还有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全球 美国富豪排名榜 他drop了 drop了几十位 是的 一个人做总统 他的资产贬值了这么大 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说明他根本没有碰他的生意 最简单 所以其实这些这样的媒体 他讲的这些所谓的新闻报道 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媒体 你真的要特别小心 是 这个保守派的政治行动会议 我们讲完了 其实我们都要 不要常常讲川普 要讲一下民主党的 民主党最近有一位政治明星 很严重 很多个政治明星都好像很严重 你说谁 最严重的那个 当然又不是我们加州州长柳心 他都已经要被人recall 还不严重 加州州长柳心 现在在联署推动对他的罢免 好像已经过去了 要求150万人联署就可以推动对他的罢免案 现在据说已经去到180万 但是呢 这个推动的组织就说不行 要200万 为什么呢 柳心现在很认真地去审核 这些签名的人 第一 是不是美国选民 就是是不是公民 第二 你的签名和本人是不是相符 其实我觉得很可笑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选总统的时候 就什么都可以 不用对 阿猫阿狗都可以去投票 是 一扮面他 就不行了 哇 又是不同标准 相同标准 不要紧 现在据说有180万人 现在这个推动的组织 希望在3月15日之前 能够达到200万人 我就任你贴了 真的有些不符合标准的 你就贴出来 都过了 过了之后 我们11月就可以投票了 其实我真的认识很多人 不论是肤色是什么颜色的人 都真的 告诉我 他们已经签了 我身边 如果我粗略估计 都超过100人 我相信 即是什么颜色的人 都有 是的 什么肤色都是 所以我觉得 主要是因为大家都 对于他的执政不满 不要说 我们对事不对人 不要说他是谁 但是他执政的这几年 实在令到加州 陷入了赤字 财困 财困 也都见到 大派福利 又或者很简单 那些什么 47号 57号提案 令到加州 天天看报纸 都是在搶劫 特别华人社 他整天都在搶劫 现在我们北家的治安条件 十分恶化了 这件事我说起还要说 现在很多针对华裔的 所谓仇恨犯罪 那些人又说 白人至上主义 麻烦 你看清楚 在我们北加州 推跌的老人 那些是什么膚色 你不要揽摆 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好了 我们不说扭心 反正他3月15日 还有一段时间 看看他如何 罢免公投案 可不可以罢免他 其实我说的 这个民主党麻烦最大的人物 是纽约州州长国务 是的 他也挺麻烦 不如我们一会 回来谈谈国务 有什么麻烦 好啊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回到GM看世界 但杰杰刚刚你说到 这个民主党的政治明星 又有麻烦 除了我们的加州州长 扭心之外 其实最麻烦 就是纽约州的州长 就是纽约州长 纽约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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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总统当时 就立刻说 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老人员 这些老人家 他都看到 他都看到老人家 川普已经派了两部船 一部船去扭 一部船去扭 一部船来我们加州 就是为了你把患者转过去 结果是什么 一个患者没有收到 这两部船开回海军基地 因为葛莫和纽纣都说 不送 那送去哪里呢 送去老人员 那你就会害死人 害死老人员的老人家 所以他就要盖住这些数字 因为其实是他的错误决定 但他现在不是最大的麻烦 是最大的麻烦 是他的性丑闻 性骚扰的控诉 是是是 之前他已经有两宗 我记得 都是两个助手 两个前助理都控告他 有性骚扰行为 譬如说他会和前助理 去讨论一些性方面的问题 问他很多性方面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答案很令人害怕 他回答为什么要问他这些问题 他说因为他想做他一个导师 做他人生的导师 嚇死人了 问题是这样 你和一个年轻的女孩 去讨论相关他的性问题 接着你需要加一句 他问他这个年轻的助理 有没有兴趣和老男人发生性关系 那这个老男人是谁呢 葛莫是不是老男人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知道民主党激进派 现在对性别的区分 他们不可以说男女的 他们说这个世界有32种性别 那你可不可以想到 怎样来32种性别 难说 葛莫说 其实我问你有没有兴趣和老男人发生性关系 其实我不男不女 我不知道什么人 不过葛莫肯定老色鬼就肯定了 之前同一个 他在一个飞机上的女助理说 和他玩脱衣扑克牌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脱衣扑克 我真的没听过 并且强吻他 这两个助理指控他 第一个 葛莫就说了 我其实想做他人生导师 我和他讲一下这个人生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知道这种人生导师之前有 荷里活有个 导演 导演叫做温斯特 他和很多女星都讲过这个人生 还有一个富豪叫做艾佩斯坦 和很多未成灵少女辅导过人生 一个是现在困了阿倉 一个是莫名其妙在监仓里面死了 葛莫不知怎样 葛莫就否认他是有性素和强敏的 不过第三个指控者出现了 第三个指控就不是他的助理 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众 这个普通民众叫做老黑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 这个女孩就说 他有一次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 撞到葛莫 那你知道参加婚礼很多女孩 喜欢穿晚装 背脊是裸露出来的 葛莫就去摸他的背脊 那这个女孩就很烦地拼开他 葛莫说喂 你很粗魯 你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对 然后葛莫就问他 我可不可以疼你 哇这个女孩吓得不知所措 然后葛莫就伸出两手 就按住他两个耳朵 嗯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那里讲故事 有图有真相 这篇东西是纽约时报登的 并且有一张照片 说是这个女孩的朋友 无意中拍到的 大家永终真的要去看一下 哇葛莫那个色狼的样子 和那个女孩惊恐的样子 如果我就这样看 我以为是一个电视剧的剧情的剧照 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报道出来的 那现在民主党内部都分很多派别的 纽约时报当失去了川普这个敌人的时候 他总要找一个敌人来报道一下 那一定是纽约州州长 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们 所以现在葛莫的三宗被控诉的姓丑文 就跳出来了 那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那些记者真是窮追猛打佩洛西 为什么 你是民主党的领袖 那不就很尴尬 佩洛西最终迫到没有办法 就说我相信这些指控可信 我认为应该独立调查 那佩洛西不应该是对这些政治明星 一直是提携他们的吗 那怎么办呢 那之前1.9兆的纾困方案 郭茂说不够 要加多150亿给纽约州 佩洛西整个跳起来 他说你已经拿了七百亿了 所有州里面拿最多 但是葛莫说 如果你不给我的话 我告联邦 我真的听得很小 不是吧 这些民主党人的州长 他全部花钱全部花大了 佩洛西一向照着他们 他就照惯了 又问佩洛西多拿150亿 佩洛西现在这1.9兆 过不过到 这个参议院都是个问题 因为里面有个所谓平均 薪水最低15元 已经很大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佩洛西就被记者问到 喂 有图有真相 你真是把照片 按着人家的耳朵 准备强吻人家 然后那女生的面 是很惊恐 她不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你怎样解释给我听 你这个不是性骚扰呢 是不是 所以佩洛西只能说 那都可信的 其实以前记不记得川普 或者卡瓦洛 也都被指控过 有性骚扰 但是里面的所谓主角 要不就无名无姓 要不有名有姓 但是又说不记得在哪里 不记得所有的细节 总之就是他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是几十年前的 是的 也都没有实质的 最经典就是指控卡瓦洛 强奸他那个 我们加州的女教授 什么时候强奸你的 忘记了 在哪里强奸你的 忘记了 你们那次派对有什么人 忘记了 那你怎样记得卡瓦洛 强奸你的 你叫人相信 并且搞到参议院 听证会 好了 现在葛莫都说 我想做人生导师 我哪有 就是他承认 有这件事 只不过我出发点 不是你们想的 是 我很高尚的 我扶导他 所以其实是有人物有地点 也都有这个事实 只不过是你去辩护 后来他又改口 后来他就说 他是讲笑 但是那张照片 你怎样跟我解释你是讲笑 那个女生的样子 真的很害怕 不是 讲笑的 就是说 之前做人生导师的讲笑 这个女生的照片 好像到我们录音这一刻为止 都应该是没有解释的 我想问一下郭莫先生 问一下民主党一众的政治领袖 如果以后 万一有个共和党人 又讲这些笑 你们会不会放过他 我肯定 肯定双重标准 肯定 所以现在 关于郭莫这个性丑闻 依然在发酵 那你问我 他过不过到骨 我觉得他过到的 普罗西会照着他的 是吗 调查完之后不了了之 谴责 反正郭莫做完这届州长 都已经可能不选的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些 我们看新闻 都是那句 大家要看全面一点 要看事实 并且要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去看看 到底这些新闻里面 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们继续观察这个新闻 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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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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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